夏子玉遮遮掩掩掩的 还用围巾包着脑袋 夏小兰瞧着背影是挺像 去过杜兆辉的病房也不算啥机密 夏小兰嘴巴甜一点 随便问清洁工阿姨就知道了 杜兆辉的港商身份多醒目 清洁工阿姨们没办法不关注她的病房 夏小兰坏药的时候听见两个清洁阿姨聊天 说港商掉了一颗牙 住了两天特户病房 两个阿姨的口气 差点没让夏小兰笑出声 她觉得背影挺像夏子玉的 还不能确认一问清洁阿姨 说是围巾包着脸进去的 清洁阿姨咋看杜兆辉都是流里流气 像电影里的坏人 她道就像特务街头一样 那个香港人是不是特务啊 夏小兰没想明白 周成一针见血 蛇鼠一窝 想必是相见恨晚 这两人都喜欢走歪门邪道 有正路不走 就喜欢玩鹰的 能凑到一起也不奇怪 夏子玉也算是个人才 若是个男同志 铁定是个擅长钻营的小人 这是眼瞧着王家失事了 又要靠上杜兆辉了吧 潘三哥查到的情况 杜兆辉在香港是个风流大少 经常换女朋友 但周成觉得这两人搅和在一起 杜兆辉肯定不是涂夏子玉的眉色 夏小兰道 那夏子玉身上有什么是杜兆辉涂的 杜兆辉这人功力性很强 没有用的人他都不会多看两眼的 不会是看上他那忽高忽低的智商了吧 夏子玉的智商也是个谜团 反正夏小兰经常想不通对方的办事方法 每次以为夏子玉要被蠢死了 这人又钻营出新的路子 而每次夏小兰认可他的智商时 对方就要掉链子 张翠在安庆县一中门口开小吃店 估计就是夏子玉的建议 当时下家那种情况 家里多一个劳动力就多一份收入 莫名其妙的 张翠跑到县里陪读 陪读是个幌子 一开始应该就是为了做小生意去的 夏子玉上高中是80年的事 刚刚改革开放 安庆那边风气很保守 县城的街上没有私人的摊位 张翠和夏子玉赶去经商 也是走在时代前沿的人物了 这一点 夏小兰都要承认夏子玉聪明 等夏小兰出手对付张继小吃时 聪明人又没了动静 很简单的一点手段 居然那么快就把张继给挤兑关门了 聪明人会不挣扎一下吗 夏子玉身上的矛盾点还不止这个 开补戏班的事 也叫夏小兰刮目相看 给夏小兰的感觉是 夏子玉有致富的点子 实际操作时总是眼高手低 她压低声音笑 道 也说不好杜兆辉是桥上了夏子玉的商业才能 杜兆辉要是被夏子玉给忽悠住 夏小兰觉得依照夏子玉以往的战绩 能把杜兆辉给完全 周成道 不一定要是几百万亏了就亏了 对杜兆辉不会伤筋动骨 杜兆辉仰仗的是称荣集团 杜家要是不倒 杜兆辉永远都有靠山 几百万对杜兆辉来说 并不算什么大钱 康列明也没想遏制称荣集团在内地的投资 那是公事 是双赢 但杜兆辉自己会害怕 因为杜兆辉想要在杜家夺权 他把希望都寄托在蓬城的项目上 现代称荣集团把在内地的投资和走私割裂成了两部分 周成要是拼命打击走私吧 倒像是在帮杜兆辉铲除竞争对手一般 周成又道 小兰 你想过接受康二叔的帮助吗 在康二叔不违背纪律的前提下 康列明的意思 夏小兰和康伟在蓬城做生意 那就干脆把规模扩大一点 这事康列明和夏小兰提过 夏小兰当时推托到康伟身上 现在面对周成 他当然不用说假话 他道 我并不是很想要这种帮助 这生意背靠着某个领导 发展起来当然很快 但走势图如走钢丝 一旦接受某个官员的帮助太大 双方的牵扯是断不开的 我希望生意是顺应市场规律 健康有序的发展 并不想他过分依赖谁的人外关系 周成 现在是最好的时代 华国百废戴新 老行业和新产业 随便抓住哪一样 都能发展自己的事业 他抱汤洪恩大腿 只想有个震慑 从来没想过 要靠着汤洪恩的关系 拿多少施政工程 汤洪恩也只给过刘勇一次机会 是施政府招待所 装修招标时的入场券 汤洪恩一毛钱回扣都没拿过 说是官商勾结 不如说是桥下小兰一个小姑娘出门在外 拉他一把 那也是唯一的机会 刘勇好好完成了施政府招待所的装修 远徽靠着这单工程 赚到的利益和口碑在棚城站住了脚 夏小兰若是开口 以他现在和汤洪恩处出来的勤奋 难道汤洪恩会不帮忙 他就是不愿意开这个口 还很警惕别人利用这层关系 比如刘天权当初竭力劝刘勇合作 要兼南海酒店的装修工程 夏小兰就是反对的 他是想赚钱 想做一番事业 却不想和任何干部 有太深层次的利益往来 怕自己会沉浸在虚假的成功中 怕脚步太大 自身的实力和盲目扩张的生意规模不匹配 不管是靠谁的关系发展的 说句不好听的 政治斗争有风险 拿多大的好处就要担多大的风险 领导一出事 夏小兰的生意跟着完蛋 我知道了 按你的想法来 周成本来就是个老婆奴 何况夏小兰说了有道理 他不可能让夏小兰必须接受康联明的帮助 他又道 你替康伟做的是不少了 小兰 我真的要谢谢你 我和这小子从小一块长大 他跟我就像亲兄弟一样 你自己都受了伤 就不要再为康伟操心了 剩下的是交给我们男同志解决好不好 再聪明 也不能可着小兰一个人类 周成心疼得很 他这时候本来该在商都老家过寒假的 却因为来鹏城看他出了车祸 周成想到当时的心机难受 至今都在后怕 他和康联明抓着杜兆辉不放 因为他在乎小兰 康联明在乎康伟 杜兆辉在鹏城的街上把汽车当飞机开 他和康联明都差点失去了重要的人 这样两人都同样愤怒 周成没表现出来 是不想让小兰担心 但小兰能发现夏子玉 就证明他一直关注着杜兆辉的病房 周成希望他媳妇能轻松点 不需要那么担心结律 把这种事交给男同志去解决 周成的洞察力很厉害 夏小兰瞒不过他 现在周成郑重提出来了 她就那样注视着夏小兰 眼睛里像藏了一片海 夏小兰扛不住 只能点头同意 好好好 我不管了 我陪白姐去考察新店面行了吧 当然是行的 周成看他脸颊鼓着 假装有点小生气的样子 避开他脸上的伤口 轻轻亲了一下 夏小兰忍不住想笑 又想起周成说 等康维醒了就要回去 便问道 你要回去了吗 周成挺为难 这样问不就是不想他回住地吗 他道 等乔教授给康维检查完 我再走 乔永奎教授应该是刚上飞机 等他从京城飞扬城 再从扬城过来给康维检查 起码要花大半天时间 周成说让夏小兰去忙自己的事 他也不是把夏小兰赶跑 而是自己陪着他 叫上白珍珠一起看店面 必须要给夏小兰找点事转移注意力 周成就这样想的 康维的车子撞坏了 夏小兰拜托汤红恩的司机小王借了一辆 周成开车 载着夏小兰和白珍珠 满城转了好几个地方 看过实际地形环境 夏小兰对几处能开新店的地方才能了解 白姐 在过半年开新店 我们现在要多招两个销售 先给他们锻炼的机会 到时候新店就有鼠手能用了 你还要看看店里业绩好的 告诉他们能提店长 将来分店越来越多 我们不可能每个店都自己去看 总需要培养点管理型员工的 当店员和当销售 总要给人留下晋升的空间吧 一个店长 怎么也能算中层管理人员了 要嫌店长不好听 还能给个经理的名头 说起来 在建材店卖瓷砖 和在建材店当经理 外人听着绝对感觉不同 人们从事某项工作 薪酬回报是其一 精神上的满足和自豪是其二 后者需要来自老板和自身 以及周围人的评价认可 有升职的空间 会让店员更拼命 白珍珠不是要把所有权利 都抓在手里的人 他都能请其他人摆地摊 利润对半分 就能看出来他很想得开 他道 我看店里有两个人还不错 除了本职工作的卖货 两人还熟识给我提点 对建材店有用的建议 这样积极表现 不升职加薪都说不过去 为了新店开张 白珍珠决定在现代的店里 提个副店长 让其他人看清楚 这是根带肉的骨头 夏小兰也赞成 道 白姐这个建议好 那就听你的 日常管理中 白珍珠对建材店的情况最了解 投入的心力最多 就算白珍珠提的建议很糟糕 夏小兰都要先认可 再和白珍珠商量 何况这建议并不糟 夏小兰和白珍珠说话时 周成没有插嘴 他只要能和夏小兰待一块 就特别高兴 干正事时候的小兰身上 有股特别的魅力 周成从陪着小兰卖鸡蛋时 就知道了 夏小兰脸上的伤 对周成一点都没造成影响 他媳妇就是咋看都顺眼 周成没有说话 白珍珠还是浑身不对劲 考察完店面 他赶紧说店里有事要忙 自己先跑了 白姐 你慢点走 周成笑道 白珍珠比他哥聪明 这是不愿意打搅他和小兰独处吗 白志勇肯定没有这颜色 白珍珠在做生意时 不断和人打交道 这对情商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没了白珍珠在 周成又就是重提 说到买车的事 我给你的钱 没有拳头在陈希良的服装品牌上吧 剩下的你拿出来买一辆车 康伟那辆吉普212不适合女生开 也不要选便宜的 但你和康伟一样 都要去找个正规的地方学学开车 周成的钱当然没用完 但想要用完也很简单 陈希良要做女装品牌 一烧起钱来 几十万都不够造的 夏小兰怎么舍得这时候把周成的钱拿去买车 他道 暂时不买了 我现在对开车有点阴影 哪怕指头给陈希良二十万 剩下的钱也能买辆不错的车了 夏小兰没想过要和开宾利的杜照辉比 他就是单纯舍不得花周成的钱去买贬值的商品 他这理由很简单就说服了周成 刚刚出过车祸 害怕开车是肯定的 倒是他哪壶不开提哪壶 好好好 先不买 他媳妇不是特别喜好物质享受的那种人 赚钱后舍得吃穿 平时也不大手大脚 要说在京城买房 眼睛都不会眨 要说买车肯定就舍不得了 小兰说京城的房子会升值 他买了好几个院子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升值 让他媳妇再也不用筹钱不够花 周成真是想多了 夏小兰现在真的没到缺钱的时候 建材电钢分红两万五 武行两批了二十万的贷款 到他手里的现前有十八万 原本买房还剩了三万多 等回了商都 蓝凤凰以整个冬季的分红 刘勇说全部算给他 那也有好几万呢 把手里的钱拢一拢 也有三十万左右的现金 绝对能玩赚京城的两个服装新店 如果夏小兰真的想买车开 挤出个几万出来还是行的 他是真觉得不需要 和他学生的身份也不符合 而且去国外当交换生 夏小兰手里必须有一笔现金 他还要替娱奶奶找儿子呢 国外的生活开销特别高 资本主义国家 干啥都要金钱开盗 夏小兰自己要生活 要找人 可以遇见他在国外的日子 不会很轻松 没到这种时候 他就嫌自己钱少 都想着干脆妥协算了 和康威几人辛辛苦苦搞什么实业 去搞批文 再不及找关系 从银行里带出大笔的钱来 简直是无本的买卖 发败肯定特别快 阳城这边 娘 我们现在可咋办啊 王金贵紧紧靠着夏老太 成天窝在大河村 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 大城市的一切 都让王金贵害怕 到了阳城火车站 一下丢了两袋子行李 王金贵随身携带了 一百多块钱都在袋子里 夏洪霞的钱装在裤兜里 裤子被人用刀划一个大口子 他临走前从县城对象那里要来的钱不亦而费 夏洪冰 嗨 这个烂毒鬼身上肯定是没现金的 原本王金贵和夏洪霞装穷 哄下老太花钱 现在是一家四口 有三个都是真穷了 唯有夏老太的钱没丢 要是不把夏老太哄好 全家都得饿肚子 夏老太听说王金贵和夏洪霞都丢了钱 气得不想搭理这母女俩 在商都买火车票的时候 王金贵说没钱 夏洪霞也没钱 夏老太自己一个人手脚不方便 只有忍着气掏钱买票 结果这母女俩身上都是有钱的 王金贵把一百多块钱卷在衣服里 又塞进蛇皮口袋 下车的时候人挤人 连蛇皮袋子都让人给摸走了 夏洪霞也有钱 王金贵让他把县城的对象甩掉 夏洪霞还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嫁香港人当然最好 要是嫁不成 他回老家再和现在的对象结婚 所以夏洪霞临出门前 告诉他对象是到彭城看望二叔的 管他对象要了几十块钱路费 这钱夏洪霞悄咪咪的 连王金贵都没告诉 商都到阳城的火车要三十多个小时 火车上睡不好 要一直硬着腰坐倒站 夏家四个人上了车就把座位换到了一起 四个人挨着一张小桌子 连对面坐着 能轮流趴在桌子上休息 轮到夏洪霞首夜那会儿 他也没忍住困意 打了会瞌睡 夏洪霞发誓自己就睡了一小会儿 上下眼皮刚沾着就醒了 后来说到了阳城站 车上的人都忙着往出口挤 王金贵的行李丢了 夏洪霞的裤都也叫小头哥了 这母女俩没有出远门的经验 王金贵比较胖 蛇皮口袋塞在座位下 上个厕所回来都要看一看 座位底下的行李还在不在 夏洪霞时不时用手摸裤兜 这些小动作不就是告诉小偷 蛇皮口袋和裤兜里有重要财物吗 母女俩一起被偷 果然是秉承一脉的智商问题 夏老太的钱缝在衣服里 是全家唯一幸存的现金 红冰 这就是你老婆和闺女 夏老太气呼呼的 夏洪冰也觉得丢人 这母女俩有钱她都不知道 王金贵整天说没钱 夏洪冰也信了 早知道钱要送给小偷 不如拿出来痛快花掉 夏洪冰捏着拳头笔画 你俩要是在赶背着娘藏钱 我就揍你们 现在是在大城市 阳城火车站这么多人 夏洪冰没有真动手 阳城可真热闹 各种小摊贩在火车站 都售自己的东西 闻着香香的食物 夏洪冰肚子呱呱叫 他耸了耸鼻子 凑到夏老太身边 娘 现在骂他俩也没用 是不是要先搞点东西 填饱肚皮 夏老太想到丢掉的钱就心痛 道 我钱都买车票了 话是这样说的 到底是没扛住夏洪冰的歪产 而媳妇是赔钱的揽货 儿子再不好是夏老太亲生的 还有夏洪霞也是亲孙女 最终还是夏老太掏钱出来买了几分肠粉 和郁南的口味不一样 夏老太上了年纪吃菜也是咸口 吃完觉得还是大馒头实在 夏洪霞冲着卖云吞念的汤味流口水 云吞的馅儿是猪肉和虾仁 看别人捧着碗吃 香得不得了 奶奶 我还没吃饱 没吃饱也忍着 不赶紧找到你二叔 我们全家都要睡大马路 然而要到鹏城找到夏大军也不容易 火车从商都通阳城 阳城到鹏城还需要另外坐车 主要还得有边防证 夏家四口人都没见识 阳城人大部分说粤语 会普通话的不多 想要找个人问问该咋办 语言都不同 夏家四口人拽紧了剩下的行李 既茫然又警惕 在火车站穿来穿去 像四只无头苍蝇 就他们这样的土包子 别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特别是在火车站坑蒙拐骗做局的 夏洪霞长得很一般 却是个年轻姑娘 王金贵和夏洪斌瞧着也正直壮年 介绍两人去打黑工作苦力 应该能赚一笔抽成 对坑蒙拐骗的人来说 有钱就骗钱 没钱也能骗人 路边的石头都恨不得能炸出几滴油 不上来试一试 咋会就此甘心 火车站人来人往 每天都有刚进城的土包子被骗 很快就有热情好客的当地人上前搭话 大娘 我瞧你们转了半天了 这是来探亲呀 打工是不可能了 农民出门打工 也没有带上个老太婆的 还眼歪嘴斜的 行动也不方便 不是打工 就肯定是来探亲 可算找到个热心人啊 夏老太还有警惕心 王金贵听对方说的话能听懂 把四个人的底子都卖得干净 搭讪的人心里乐开了花 外省的农民果然是来寻亲的 还是要去鹏城寻亲 四个人在火车上听人说要搞边防证 才能去鹏城 却找不到门路 那就是把四个人一块打包卖掉 也没有人会追究啊 老家的人以为他们在大城市扎根了 鹏城那边没等到人 能上哪找人 改革开放了 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朝着南边跑 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滋生了各种诈骗犯罪 只有聪明还不行 还得运气好 才能南下发财 更多的人都折损在了发财的路上 被骗钱也就算了 被骗人就不好说了 反正下家四口 就跟着这位好心的同志走了 好心的同志把四个人暂时安顿下来 才找到小童木商量 年轻的卖掉 把两口子分开送出去 那个老的怪麻烦的 也还把他带回来做什么 老的卖不上钱 还有各种毛病 一个不小心受了刺激闹出人命 派出所肯定要查的 那当然是不想带回来的 谁叫另外三个 瞧起来还挺孝顺的 一路上都紧紧贴着老太婆 这人咋会知道 王金贵一家三口不是孝顺 而是要看紧钱袋子 没了下老太 他们三个人连饭都吃不起 这人说能代办颠防症 下老太四个人就老老实实 把介绍信交出来了 小头目拿起桌上的介绍信 瞅了一眼 脸色很难看 骂道 玉南省的 还姓夏 我操 老子最讨厌的两点 还他妈的战权了 六哥 咋回事啊 曹六阴着脸 一瞧见玉南省姓夏的 他总想起另一个姓夏的 好好的磕老大 被姓夏的女人打了脸 还对人家念念不忘 现在还一蹶不振呢 废话多 不该问的别问 赶紧把这四个人转手 别让老大知道 柯一雄正好进门 六子 什么别让我知道 老大 您回来了 曹六想偷偷摸摸 把桌上的介绍信藏好 柯一雄已经先一步拿了起来 拐卖点人不算傻 柯一雄是混道上的 不是做慈善的 想要他的道德标准很高 显然不可能 他能控制着手底下这群人 不害人命 自我感觉就不算是丧良心 至于骗几个人去打黑工 老板顶多不给工钱 要给饭吃 要给个窝睡 还想咋样 大家活着不容易 他们道上混得也不容易 柯一雄一看着介绍信 就明白曹六为什么不想让他知道了 他道 都多久钱的事了 你以为我还在意 柯一雄吃笑 曹六善善打着自己嘴巴子 是我小心眼 不懂老大的境界 柯一雄也不是把夏小兰全忘了 而是现在和对方基本上没交集 国庆庆典的时候 夏小兰的特写镜头出现在电视上 柯一雄就知道他和夏小兰绝对没可能 一个来扬城做生意的漂亮女孩 柯一雄觉得自己好歹在火车站一带混得有头有脸 和对方交个朋友不过分 混混和个体户 不是挺般配的吗 一个漂亮的华清女学生 还能上电视那种 怕是脑子出了毛病才会和混混来往 夏小兰的近况 柯一雄是不知道 但陈希良现在混得很不错 不是简单摆地摊搞批发 据说要搞自己的服装厂啥的 有人说陈希良腰包里起码有上百万的存款 柯一雄觉得这个数有点夸张 但几十万肯定是有的 自从认识夏小兰 陈希良一个批发贩子 现在也跃及跳了 一年前 陈希良绝对没有现在有钱 柯一雄就是想和夏小兰接触 他也没机会 夏小兰现在为了节约时间 不坐火车改乘飞机 只会在阳城的白云机场短暂逗留 就会转车去捧城 柯一雄肯定没碰到过 想起当时的争端 真是被美色糊住了脑袋 柯一雄道 该怎么做照老规矩 不许搞出人命 其他都随你们 柯一雄兴致缺缺 丢下介绍信 夏这个信是很常见 运南省肯定有很多信下的 他倒是没和夏小兰联系在一起 曹六见柯老大不管 他本人实在讨厌信下的 连夜就给夏家四口人 吃了家料的饭菜 夏家人都是有便宜就占的性格 不要钱的饭菜 当然不会拒绝 夏老太空门 舍不得花钱住店 住的地方是个低矮的平房 条件差一些 夏洪斌端着碗催促着好心同志 兄弟 你帮我们把边房正办好 等找到我二哥 肯定忘不了你的恩情 他跟在香港老板身边赚大钱 想叫马儿跑 又想马儿不吃草 这咋可能 夏洪斌和一群赌徒混在一起 人比较油滑 知道好话是不要钱的 这是我拿话来框住帮忙的人 加了料的饭菜药效还没发作 曹六的手下也就陪着扯扯蛋 道 出门靠朋友 相互帮忙是应该的 说酬谢太见外了 酬谢是没机会了 药效一发作 再醒来后 就要给买家拼命干活了 年轻那个 不知道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长得马马虎虎 有点是年纪不大 夏洪斌急了 真的 我二哥在鹏城跟着香港度老板 带信的人说是啥乘容集团的 洪斌 你 你进来 夏老太在屋里喊 夏洪斌跑进去 夏老太发着牢骚 你别在外面乱说话 是不是傻呀 免费帮忙还不好 非要抓着对方说酬谢 夏老太还没看见夏大军挣的钱 却已经把那些钱全部看成自己的了 分一点给别人都会很心痛 有人傻的要帮他们办边防证 又没说要钱 夏洪斌主动凑上钱瞎许诺 夏老太肯定着急 曹六的手下贴在门缝上听了几句 母子俩还起了争执 这人都想笑 妈的 这种人卖掉都不亏心 什么东西 就喜欢占便宜 活该被骗 屋里夏洪侠打了个宝格 爸奶奶 你们别吵了 我咋觉得有点头晕 他一说 其他三个也觉得想睡觉 王金贵眼皮沉重 眼睛一闭 一会儿就扯着嗓门打起了憨 过了十几分钟 曹六背着手走进小院子 都弄晕了吗 六哥都晕过去了 曹六的手下殷勤地打开门 爱个把四个人踢了一遍 都没醒 这种药很霸道 没有几个小时根本醒不过来 歪嘴斜眼的老太婆最惹人闲 手下想踢他脊脚出出气 又看他年纪大了 怕没个轻重踢死人 六哥 这个老的咋办 弄到郊区扔到农村里 应该饿不死 其他三个连买家都联系好了 还用我教 手下黑黑笑 这种老太婆扔到农村 虽然没有介绍信证明身份 农村人心肠好的 也会弄一口饭给他吃 等他找到方法回阳城 不知道都是多久后的事了 这些外地人也分不清阳城的街道 老太婆不识字 找不回这地方 六哥就是心善 刚才听这男的吹牛 老太婆还和他吵架 两人说要去找彭城的香港度老板 说是称隆集团的 真他妈比骗子都会吹牛逼 曹六开始还想叫手下不要废话 赶紧做事 人都抬到车上了 才觉得称隆集团有点耳熟 问道 哪个称隆集团 上次悬上一百万的那港商吗 等等 人先别送走 曹六办事还是比较谨慎的 柯一雄的团伙能一直没出事 是因为他们不害人命 也是因为他们不惹那些惹不起的人 杜兆辉在去机场的路上被人伏击 劫匪当场死了几个 仍然有在逃的 公安局这么久没抓到人 杜兆辉私下里发出悬赏 谁能把活口抓到他面前 有重金奖励 加起来的悬赏高达百万 杨成道上的哪个不心动 别说曹六拿不出上百万 当老大的柯一雄也没有 他们的生意真是小打小闹 曹六把消息汇报上去 老大 真把成荣集团的人卖掉也没人知道 但咱们能不能从杜老板手里 敲一笔钱下来 柯一雄看傻子一般 不屑道 几个外省的农民 能和香港老板扯上关系吗 就算是有关系 也很边缘 杜老板怎么会拿钱来数 柯一雄不是很想冒险 能在道上悬赏一百万华币抓人的 杜老板本人肯定不好惹 柯一雄听说香港杜家 就是混帮派出身的 想要黑吃黑 他怕被撑死 老大 我们自己先打听一下 杜老板身边盛世有这号人 如果是真的 我们既能赚一笔 也能借此和杜老板搭上线 曹六的胆子比柯一雄大 他头脑也不笨 只是没有柯一雄厉害 柯一雄瞧了曹六一眼 他本来长得很和气 是最容易让人有好感的那种长相 这一眼就瞧得曹六头皮发麻 怎么 你嫌跟着我这个老大没出息 想换一个 曹六吓得脸都白了 老大 我不是那意思 85年 杨成的变化不小 和刚改革开放那会儿比 几年的时间 让杨成一部分人都被有钱了 火车站收收保护费 加上坑能拐骗 到手的钱也不少 可有那么多兄弟要跟着吃饭 柯一雄也比较大方 这钱随便分一分 也就不剩多少了 曹六是替柯一雄不值 别人搞走私的 输钱输到手软 真叫人羡慕 连一个倒通服装的批发贩子 现在都要开服装场了 个体户的日子过得比他们体面 曹六心里着急呀 柯一雄也知道 手底下这些人 曹六是个忠心的 柯一雄没觉得自己是最有本事的 但他年纪轻轻能把这么多混混收服 他自己也有几分自傲 之前还说白家五管没落了 没把白志勇放在眼里 现在连白志勇的妹妹 一个女同志都混出了名堂 柯一雄听人说白珍珠在彭城做了很大的生意 心情也有点复杂 逞兄逗狠 好像不怎么吃香了 老大要是拿不出钱来 手底下的兄弟会越混越少 柯一雄现在还压得住 但连曹六都在想新的财路 足以证明情况不太乐观 六子 我不是怀疑你 我知道你是为弟兄们着想 你想要和杜老板扯上关系 想开辟一条新的财路 其实也不是不行 这样 你先让人去打听下 曹六一新为柯一雄着想 柯一雄还是妥协了 要打听杜老板身边的人并不容易 但上次有人在机场路上伏击杜老板 杜兆辉悬上一百万鸡胸 阳城这边道上的人 有不少知道内乱的伏击 杜兆辉的司机当场就死了 有个保镖把杜老板救出去 保镖受了重伤 公安是做过笔录的 保镖信下 香港的大老板就是阔气 保镖受了重伤 这边医院说可能要瘫痪 还把人送回香港制 不知道现在制的怎么样了 说的人是说八卦 听者有心 曹六确定杜老板身边 真有个心下的 老大 这个心下的 在杜老板身边还挺受信任 那就可以敲一笔钱了 柯一雄挥挥手 先把他们送到买家手里 吩咐一下别动的年轻的 别人要给钱呢 我们就要把原装货送去 至于老的怎么办 先别人到乡下 就往阳城其他区一丢 平时让人看着 确保不会被饿死就行 他们要想靠上杜老板 就不能以绑匪的身份出现 把下家人交出去时 他们只能是帮忙的 柯一雄特意吩咐了 不能冻下红侠 那些人为了叫手上的女人听话 都会先把女人睡过 再狠狠打几顿 使劲饿几天 贞洁烈女都会变得老老实实 昌门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屡禁不绝 华国刚建立的那会儿 曾经狠狠打击过 改革开放几年后 又有人借着小发廊的掩护 做起了皮肉生意 柯一雄不是专门做这个的 但顺手卖几个年轻女人 他也不会反对 要是这个不能做 那也也不能做 那还真成了开善堂的了 老大 我一定让他们老老实实的 又不是多漂亮的女人 忍忍还是行的 敲诈也要讲究行规 得把原装货还给别人 柯一雄和曹六达成了共识 准备做局 另一边 被要昏了的夏家四口人 分别被送到了不同的地方 因为曹六和柯一雄之前意见有分歧 耽误了时间 四个人被送到地方后 没多久就醒了 王金贵和夏红斌 被送到了两个小砖厂 夏红侠是在小发廊醒来的 夏老太则是躺在垃圾桶旁边 呼呼大睡 被早上出门打扫卫生的 环卫公叫醒的 大娘 你怎么在这里睡 是啊 她咋靠着臭熏熏的垃圾桶睡觉 夏老太下意识去摸缝在衣服里的钱 自然是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收获 男男道 钱 我的钱 儿子儿媳和孙女 都丢了她也不急 第一个惦记的还是身上的钱 环卫公看她鼻涕眼泪齐飞 有点可怜她 然而一个说粤语一个说喻男话 根本没法交流 好不容易等到个会说普通话的路人 一听下老太叙叙叨叨的讲了自己的经历 让人就知道了 老 这年头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好端端的把你们请回家好吃好喝 连介绍信都拿走了 大娘 影视一道人贩子了 阳城火车站整天都在上演类似的事 出门在外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不跟着陌生人去偏僻地方 不贪小便宜 能减小上当受骗的几率 像夏老太这样一家四口被骗的 剩下的三个肯定是年轻力壮能卖钱的 老太太没人要 才被扔到了垃圾桶旁边 夏老太听说夏红斌他们被卖了 也顾不上心疼他的钱 拍着大腿嚎啕大哭 阳城人咋这样坏 路人瞧着大娘可怜 也没计较他说话不中听 去早餐店买了两个馒头给夏老太 唉 等你吃完了 我陪你去派出所报案吧 这又是个好心人 夏老太刚刚被好心人骗过 捏着馒头不肯说话 路人指着环卫公道 大娘你放心 还有别人陪着去 环卫公穿着统一的衣服 瞧着不像是坏人 夏老太也实在没有啥好被骗的了 只能跟着去派出所 火车站那地方 每天被骗的不知道有多少人 但像夏老太这么大年纪的人 很少出远门 歪嘴斜眼的来报案 不知道他有多可恶的公安 还有点同情他 向夏老太保证 会尽力把夏家三口找回来 但此前 夏老太身无分文 又该怎么安顿 大娘您来阳城寻亲 知道亲人的工作单位和地址吗 不是阳城 是鹏城 我们要去鹏城 办不到证 我记得 记得 我儿子在香港老板身边做事 他叫夏大军 说是什么集团公司 夏老太摸了摸身上的 另一个口袋 介绍信和钱都没了 这个字条还在 公安借过来一看 称容集团 夏大军 好 宝宝 你